我自己的感覺啦 中國不太想要操作缺彈的議題 你看OK嗎 操作缺彈的議題 我自己也缺彈 我看到那個 這個是什麼 傷敵三百自損一千 五二戰爭解滿一年 同樣受惡鄰居 中共威脅的台灣 也得吸取經驗 時時做好準備 資訊專家沈柏陽觀察 以往選前幾個月 才開始活躍的假賬號 這次早在過晚年後 就開始運作 那先爆雷一下 他們最喜歡打的主題 就是台灣治安很差 假設你是政府發言人 你要怎麼應對 就出來屁喔 台灣治安超好 完蛋 你看OK嗎 等到下次有一個治安案件 你一定被打臉 而且媒體一定大肆報道 真正的認知作戰 沒有再跟你玩什麼假新聞 假新聞要等到戰爭的時候再丟 平常真的都是陰謀論 沈柏陽舉例 假設缺彈是事實 實際只有缺百分之五 陰謀論就會誇大到缺百分之五十 但如果爭論細節 就會掉入陷阱 最好的辦法就是針對 事實回應 大部分的人的第一個反應 就一定會說 你也太誇張了吧 然後就會開始跟你回應說 明明這邊都買得到蛋啊 等等之類的 但這樣其實就掉入那個陷阱 所以你只要跟 跟 針對它最根本的事情來做回應 就不會出錯 你就說沒有錯啊 的確現在有缺 那有缺是因為什麼原因 所以我要趕快 我們兩個月之前有什麼政策 現在有什麼政策 有可能到幾月幾號之前 有辦法紓緩 這就是一種很正常的反應 至於台灣要如何在戰時 應對假訊息 沈柏洋表示 敵人製造假訊息 一定比P要快 抵抗方法是要讓大家知道 正確的資訊管道 從哪些媒體 可以獲得真實的狀況 就像疫情期間 大家都知道 每天下午的記者會 能提供正確的資訊 新唐人亞太電視 曾毅豪志勇如 臺灣 臺北報導 我心情期間